茶茶 有face ripper 不知道人還是喪屍, 看看什麼事 我是拍《喪血的子》的導演Alan 這裡是電影中的其中一個景之一 那時候我們在香港不同地方 有找一些舊式的上海理髮店 其實我們自己也找了很多不同 但發覺很多不是因為太小 因為有二樓和環境比較殘舊 唯獨這間英倫法郎 我們一進去就很喜歡 因為雖然它是70年代 但它來到現在都保存得很光線 旁邊兩排的黃色光管 是很適合我們的氣氛 我們就決定選擇這一間 其實那時候的角色設定是怎樣 是因為我們打算把在香港不同社會的小人物 即不同的職業放在一間理髮店裏 他們就運用其實他們自己的特色 那個職業的特色去做一些不同的血的子 我們就想了五款 其實第一款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有個穿著便利店的制服 因為其實某程度因為是贊助關係 他們就穿著一些制服 另外一個其實就是我們的動作指導 他們叫木土星 他就扮演一個在理髮店裏 就像一個隱君子一樣 但誰知道原來一出殺敵的時候 他又可以懂得分明打關斗 其實跟他之前是半約兩人 第三個就像夏永康那樣的肥仔 就叫大蛇 其實是一個窩油 所以他的血的子就比較有很多噴的燈 即是那些釘子 這樣貼上去 這個角色 再來就是有個修女角色 修女角色其實是挺有名的 他就在美國拍的一個電視劇集 叫陸戰俠 他就是其中一個角色之一 最後就是這個血的子部隊的大佬 他就是香港的獨立音樂界的 一個挺厲害的一個音樂人 他叫做路人 他就做一個比較瘋癲癲 好像平時出秀的那種瘋癲癲 充滿著智慧的角色 其實我們接下來的計劃 其實就想把這個概念再延伸到大一點 就好像延伸成一個九十分鐘 或者八二分鐘的故事 都是叫喪屍他們自己的電影版 其實我們就著手去研究 怎樣去把這個故事再發大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這件事